大家好 Alit来到第342题 Necode4的面 4的面 那么前面做过2的面3的面 对吧 那这题能不能仿造这个做呢 我们先试一下这吧 没关系 首先第一步是叫n要小于等于0 好 这题挑战是这样的 这三道题挑战是这样 进阶你能不能不使用循环 我递归来完成本题 那我们就不使用循环和递归 n小于等于0的话 Return force 那么这是小于等于0说不行 错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如果照超前面的方法的话 Return 4的 好 那2的 2的31次方 那这是最大范围对吧 23的1次方减1 那么等价于 那么最接近的 最接近的这个4的多少次方 那么2是等于2的平方是4 那么就差了一半 这个一半就是15.5 那就15 因为这个如果再乘以4的话 那显然就超过这个值了 就大于这个值了 对吧 那这个的极限值 是45之方作为一个最大值 原来我们写2的密是这样写的 等于0 好 咱们提交一下子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对不对 如果对了呢就过了 是吧 不对那么找原因嘛 好 可以看到 当n得16的时候 预期结果是 预期结果是 true 然后这给出了一个force 那也就是说这里我漏了一个东西啊 这漏了一个除以n的余数 除以n的余数 好 终于提交 好 这里发现问题了啊 2 那么4的四五之方 是可以除以2的 还可以除以8 但这些呢 都不是的密 就是4的就是多少之方 对吧 都不是多少之方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数呢 是2的2的1之方不行 2的3之方不行 也就2的基数之方 这些数呢 都不是4的密 就2的偶数之方是4的密 因为偶数之方才包含这个 2的偶数之方 才有这个4在里面 给分解成2和另外一个数 对吧 好 这问题就在这里了 那怎么把这个区别看来 2的1之方 2的3之方 这些基数之方 和2的偶数之方分别看来 那么这里呢 还列用了数学 数学是决定最后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这里呢 找它的不同嘛 那这里呢 直接看还很复杂 做起来不停的除以2 或者除以4来看 那其实呢 不需要我们重新除以一个数 就可以看到了 也就是说这个数 每个数呢 除以3是可以找余数 好 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们这边再加一个条件行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些 是2的偶数之方的这些数 除以3的余数呢 都是什么 都是1 2的基数之方 它除以3的余数 都是2 2地方2 8 8除以3也是余2 2除以3也是余2 那么4除以3是余1的 对不对 4是16 16除以3也是余1的 好 这就是它的特征 我们找了这个特征以后 那这题呢 就容易了 基本上是 两句话 一句话判断 N小V等于0 第二句话呢 就一个条件 这条件就附带一个条件行了 因为这4是一个核数 不是一个质数 前面二三种质数 给直接做 好 通过